全球聚焦以巴冲突之际 俄乌战火继续进行 欧盟除了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 如今也正在朝拟一份提案 准备把被冻结的2000多亿欧元 俄罗斯国有资产的部分利润 用在乌克兰和战后重建工作 在其他说明我们会提供一个提案 来找出方法的方法 如何使用这些资产 现在是在乌克兰的计划 并且在乌克兰的金融合法 这些资产的资产已经是相当的 广告的 而是他们的想法 然后在乌克兰的策划 在乌克兰和在乌克兰的转换 欧盟星期五在布鲁塞尔结束了两天的峰会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 截至目前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 市值2110亿欧元 此外冯德莱恩提议27个成员国投放更多资金 制定一份共同预算 为2027年之前的额外支出注资 其中500亿欧元用来资助乌克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